这是哪儿?今儿是哪年? 西里1971年,他们管这个叫公理 有一个叫沈从文的后生把我们编在一起了 叫做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那你们是? 死西游记的吴承恩 西游记我知道,吴承恩是谁? 是被胡适和鲁迅两个后生考证出来的西游记作者 您又是谁? 我是写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罗冠忠 水浒传的作者,我记得不是你 啊,你说施奈安哪,那个甩手掌柜 写了几十回就不写了 画了个框架让我替他写 想我续写水浒那几年兢兢业业 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 反倒是他这个父亲汉 猎徒 说谁是父亲汉 师傅,徒儿错了 罚你今晚下厨,要十斤筋肉切做臊子 不许半点肥的,再十斤肥肉也切做臊子 不许半点筋的,再要十斤软骨 饶命啊师傅,不会有下次了 有下次我把你切成臊子 所以,水浒传究竟是谁的亲儿子 自然是我们共同的儿子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儿子 三国,水浒,西游 加上金平梅的话 不就是明朝的四大奇书吗 我记得当时四本都是明满天下的书 如今金平梅去哪了 明满天下嘛,不愧是我们 想多了,是明满天下的坏书 尤其是金平梅和你的水浒传 流毒草影,尿活国家 为风俗人心之害 对了,这位后生还没介绍自己是谁 我乃富贵闲人 降洞花主 故宅金陵 富甲天下 有良田千起 美人无数 三生石前 曹雪秦世 你记不得许多名字 你 我的好徒弟还是这么回血 什么回血 不过是拼嘴拼舌 套人闲罢了 那你是写什么的 红楼梦 别名石头记 情僧路 金陵十二差 风月宝剑 可以了 书名就有这么多 于是金平梅作为同类被比下去了 好可惜 金平梅是四大奇书里 我最喜欢的 反正金平梅是水浒传的同人文 你想金平梅的时候可以翻翻水浒传 那能一样吗 那怎么不一样 水浒传里连个好女人都没有 金平梅里有好女人是怎的 可是金平梅能把恶女写得活连活现 我写的孙二娘也很活连活现啊 还有顾大嫂难道不是好女人吗 虽然平时打老公 但是关键时刻敢去帮自家兄弟越狱耶 这么一说也是 是吧不然金平梅的宿舍凭什么看上我 是个鬼啊 我喜欢的是穿着织巾裙子 会弹琵琶 会抚摸小猫咪的香香软软的女孩子 而不是什么会打老公 还越狱 还多人肉笑 包包子的女徒费 果然你在意的根本不是女人 而是美人 可是谁会不在意美人呢 你那是缠女人身子 你下贱 你不缠女人身子 你太贱 你骂谁 怎么回事 何这三个啊 全是太贱 请你冷静地看一看残缺的红楼梦 这里唯一一个不完整的是你 哦 这么说来只有不完整的男人 才会缠女人身子 你们这些虚没着物 我开玩笑的 我也很喜欢写美人 女菩萨就是最好的 论写女人 我说一句我是王者 不过分吧 本王者宣布 年轻女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是能师善化的 还是聪明精干的 不管是大家闺秀 还是女子英豪 都是最好的 明明犯罪分子才是最迷人的 虽然审美自由 但是我建议你去看医生 医生已经被我请上梁山了 这 希望人没事 罗冠中不说些什么吗 啊 女人只会影响我写稿的速度 竟然真的有文人 不懂得欣赏我孩子的美好 天生的六根清静 没智了 江湖人眼中 哪有男人女人 只有活人死人 心中无女人 下必如有神 没智了 说起来也奇怪 红楼梦虽然文笔比金瓶美美 格局也不输金瓶美 但是毕竟残缺 为什么选四大名柱时 会把金瓶美比下去呢 或许这个四大名柱 是要普及到小孩的 所以在拣选文笔的同时 也会筛查内容 那就很奇怪了 难道水浒 是可以给小孩看的吗 他们会把水浒里 不适合小孩看的东西改掉 这怎么改 整本书就是写法外狂徒的呀 把鲁智深林冲这样偏向正面的角色 捧成纯粹的英雄 把宋江这样矛盾拧巴的角色 踩成彻底的小人 你看 一个非黑即白的改编本就诞生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害怕 然后给李逵啥的配个女朋友 不要染指我的李逵啊 对不起说错了 不要祸害人家姑娘啊 然后把援助诗词全都撇掉 写一首九醉的文盲爱唱的内容主题曲 你为什么对刘晨这么熟悉 因为西游记的改编实在是太多了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过去 IP大郎 穆朗 穆啥 他们爱的又不是我 中二病写中二孙悟空 伟光正写中勇孙悟空 恋爱脑写谈恋爱的孙悟空 仅此而已 能写出人人都爱的角色不也挺好 我的诸葛亮也差不多到了人人都爱的地步了 说得好像诸葛亮是女人创世女 人家喜欢的是正史上的诸葛丞相 未必是那个多智而尽腰的家伙 周瑜也差不多到了人人都爱的地步了 前几天我还看见有喜欢周瑜的孩子大骂你 罗冠水抹黑周瑜 殿无青史来着 这么说的话 周瑜应该会有很多话想对罗冠中讲 感谢曹公把我放出来 罗冠中在哪儿 我要砍了你 慢着 你是正史的周瑜 还是演艺里的周瑜 名流青史的周瑜 当然是正史的周瑜 既然是正史的周瑜 那你与我何干呢 你自是东吴风流名士 我自是前唐瓦瑟书生 若要寻仇且去别处 不对 我是来寻你的 我是演艺的周瑜 你既然是演艺的周瑜 我就是你的造物主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责我 生 仪荣秀丽 资质风流 赤壁仪雄烈 青年有俊生 我给你写过多少好话 还不满足 你好贪心哪 你 有些没读过书的蠢人 把演艺当历史津津乐道 你不去指责蠢人 却下场指责同人作者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大义灭亲啊 眼看着演艺里的周瑜 又被罗冠中气死三回 竟然因为我写他小心眼就要砍我 果然是小心眼 这是什么神奇的逻辑闭环 曹雪晴 你竟然使奸计陷害我 有本事你也来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与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